好 又到了我们的政治时间 那么当然我们一定要找来我们政治界的第一把 交易TVBS新闻部的副理 凡启明启明哥 佳琪好 各位网友大家好 好 那么启明哥今天要带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TVBS民调已经最新出炉了 那么赖销是来到了36% 但是侯康呢也有32%紧追 那么我们的民调也显示出 现在柯营配还有22%的支持度 我们想来请教一下启明哥 你怎么看这份民调 尤其是柯营配的支持度好像往下降了 但是赖销配的支持度竟然是往上升 所以这是不是代表柯文哲的支持度 有一部分是流上了赖销配这边 对 我想要先讲一下 就是我们这一份TVBS民调的一些特点跟特色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TVBS民调的确是有一个 的确有一些参考上的一些价值 为什么有参考上的价值 其实有一些特点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跟报告 因为我是文主的 那学这些统计的方面 我还特地跟民调中心主任总监去做一些 相关一些请教得到很多知识 来跟大家做一些相关的报道 我跟大家讲这一次TVBS做这份民调 时间是从12月5号到12月12号 时间大概拉了8天 一般做民调的时间是3天 那为什么会从12月5号拉到12月12号 有一个比较长的这个时间 有两个考虑点 第一个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大概知道 11月24号25号这两天是一个非常激情的时间 因为11月24号就是军约饭店的分手擂台 那11月25号就是所谓的副手的一些惊喜 就是包括了赵绍康跟吴欣宇 突然都会冒出来这样子一个搭档 所以在民调的显示数字上面 可能会有受到一些情绪上的一些波动 会有一些可能所谓的失真的一些状况 那所以TVBS在这次民调所做的时间是往后拉 就是让大家有一段冷静的时间 12月5号到12月12号 让大家比较恢复常态 沉淀一下 对 让那个民调数字呈现的是相对来说是客观一点 那我们也知道一般做民调 就是业界公认就是1068份 就是在所谓的成本跟时间上达到一个平衡点 就是1068份 然后它的正负误差是3% 那TVBS民调是希望能够数字能够再多一点 样本数能够再多一点 所以这一次是我看 我记得数字是1632份 1068对1632多了600多份 所以我们的正负误差值也相对来说是稍微小了一点 只有正负2.4% 所以这份民调就是公布出来 今天公布的这份数字呈现的来说 当然是希望能够用更客观 更符合实际选举的一些状况 政治局势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TVBS的民调还有一个特色 它第一个问题都会问你会不会去投票 这很关键 对 这非常关键 其他的民调我不知道大部分不太会问要不要去投票 可是TVBS每次的民调第一题一定是问会不会去投票 为什么要问这个当然是减低后续数字的一些误差 因为你不投票那你问出你挺谁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那这个也是跟国外的一些民调的一些机构或是一些媒体 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去有一些 我们也是follow这样的模式去做民调的分析 所以我们会第一个问题就问要不要进行你会不会投票 第三个TVBS问的非常的明确 第二个问题通常都会问 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 你这一票会投给谁 我们这一次民调也是这样子做 我们不会问你去支持谁 会去问你这一票要投给谁 会更就是 准确一点 对 更准确一点 所以呈现出来的数字 我还是回到刚刚的一个TVBS民调 希望呈现出一个更客观 更减少误差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设计 得到的结论当然就是这一次赖销配 当然就是32% 36对 不好意思 36 然后侯康是32% 那柯瑜是22% 大家可以看到好像 其实是跟上次误差并没有太大 因为赖销当然增加一点点是2% 可是这2%其实也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然后侯康是增加1% 这个数字当然也呈现出一个是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 那柯瑜也只少了1% 所以目前看起来T台的这两份民调做出来的 大概局势没有太大的变化 不过还是我们还是从没有太大变化 其中之的这些数字里面 我们还会去找一些可以值得观察的点 因为这段时间大概8天的时间其实是非常 选举节奏是非常非常的快 各方的工坊都有我们可以看一下最近的工坊有什么 特别是赖锦德这边 他主要就是因应那个所谓的老家违建风波 虽然他认为他并不需要拆 那就是有跟在野党 包括国民党跟民众党这边进行一些工坊 可是国民党相对的也有一些立委 有出现违建的一些状况 相互抵消 这个效应就降低了 那侯这边当然就是 他这边主打政策 就是抛出了譬如说有一些 1500亿的这个青年购物 1500万 不好意思我们讲的太多了 1500万的免投期款的这个青年购物 然后抛出了一些政策跟政见 另外可是他也出现了一些葛来仪的这个风波 就是把他照片PO在他的这个脸书上面 引发了一些争议 那柯文哲当然他要顾盘 所以蓝绿都进行工坊 而且延迟越来越激烈 可是相对的蓝绿对他的攻击也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猛 所以看在这段期间 彼此都有一些选举花招的一些运用 策略上的一些运用 可是整体盘式看得出来 选举的局并没有太大改变 特别在TVBS的民调呈现出来的数字 那可是我们要请教一下启明哥 尤其是因为郭柯文哲过去都是说 他的支持者是高学历 然后又是高知识分子 但是这一回在20到29岁就年轻的选票 是有明显的这样的状况 那么这些人都跑去哪里呢 而且这些学历的分析是不是有一些 启明哥有一些见解存在 对我要讲就是这次柯文哲相对来说 虽然他也只少了1% 那可是的确有两个面向是值得观察的 第一个就是年轻选票出现了松动 第二个就是中立选票出现了松动 年轻选票特别是20到29岁 如果从数字上可以看到 柯瘾的话是降得非常的多 从56降到49 大概也少了7个百分点 那赖销跟侯康反而变化并不大 一个是加了1% 一个是加了3% 那民调数字上比较明显趋势的就是 20到29岁就是柯文哲的这个数字 是有一些降低 然后另外在中立选票方面 柯文哲从25降到了21% 也少了4个百分点 所以这两个数字就显示出来 对于柯文哲的确是有一些影响 虽然他在其他年龄层 可能有一些多多少少的加加减减 可是在20跟29岁跟中立选民这边 的确是出现了一些下滑的一些趋势 还有一个数字可能大家没有特别注意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 TPBS的这个网络 这个民调的有一些更细的数字 就是高学历就是学历的这个部分 那研究所的学历 柯文哲这边降的真的非常的多 如果我这边 我这边有记起来 就是他从原本的40%降到26% 少了14%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集中选票 年轻选票这样跑了 不能说跑至少出现松动 然后高学历 然后再加上中立选票 这三种选票其实对于柯文哲来说 是他基本盘 以前大家都会认为说这些票 是比较挺柯文哲的 那的确他出现了一些松动 不过这些选票 其实我们从这个交叉分析看起来 并没有跑到赖清德或是侯友宜身上 他大概会比较倾向在卫表态或是没有决定 这所以就是呈现了一个观望的一些态度 如果柯文哲在后续 当然他展现出来一个胜选的一个气势 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这些选票 没必还是会回到他身边 可是如果这个整个萨卡都的这个状况 就特别是侯友宜跟赖清德的这个谈试 是维持这样子两强相决 蓝绿对决这个情况之下 柯文哲相对弱势的状况之下 以这些高学历年轻选票 可能大家会觉得他们之前比较挺绿 有一些绿色的色彩 那这些票如果 当然有一些票还是会坚定支持柯文哲 可是这些高学历年轻的选票 在看到所谓西瓜效应 如果这我讲的是如果 柯文哲没有胜选机会之下 再加上他们绿色的色彩 这些票会不会回到赖清德的身上 这点是让侯友宜比较担忧的 不过最近有很多的政治前辈 都觉得说这一次的选情好像蛮诡诀的 因为好像跟以往想象的推断的都不一样 尤其是一直在滚动式的调整 现在的风扇一下是支持这边 一下子可能又回到另外一边去 尤其是这次我们民调也做出 这个高年龄层 大家过去都以为这是铁票桩 可能支持蓝的就支持蓝的 支持绿的就支持绿的 但是这一回蛮特别的 包括了在民进党这个部分 他们的老年知识族群竟然回流了 反倒是赵绍康加入侯友宜正对之后 这个明显度没有增加拉高 其实都有增加 其实都有增加 以赖消来说上次我们是做37 这次到了43是增加了6个百分点 然后侯友宜跟赵康这边是40到42 是增加了两个百分点 这个当然增加的幅度是没有这么高 不过我要讲的是 尤其是这个老人选票 他可能在组织票上的运作是比较好发挥的 就是大家会看目前以赖清德 他最近的行程又稍微减少了一点点 那减少一点点在做什么 他也不是闲着没事做 其实在组织上的一些运作 还是在持续的在展开 因为其实在这次选战过程当中 对于赖清德来说 前半场其实非常轻松 他好增以下 在组织上面运作的 可以说发挥非常大的一个功力 那反倒是这个后宜这边 在组织票上面 因为有一些郭台铭的因素 有中南部的一些地方派系 其实比较挺郭台铭的 在郭台铭后来决定不选之后 当然这些票就逐渐回笼 那回笼的一个关键就是王金平 王金平担任了这个后宜 以及全国后援总会的总会长 发挥了非常好的功效 在昨天跟今天 各自把之前出走的这些地方派系 就逐渐收拢 逐渐收拢 那只是有两个最关键的人 一个就是周典潤 屏东的议长 一个就是谢典玲 在昨天跟今天都跟王金平碰面 而且王金平用的名义是 侯友宜全国后援总会的总会长 我用这个title去邀你来 你愿意来 其实大家也知道这个政治上的意义 那所以目前看起来 的确民进党在组织票上面 运作的是还不错 之前布局的非常非常的深 那国民党这边也渐渐的 在王金平的帮助之下 也渐渐的把这些出走的这些好兄弟 都慢慢的都找回来了 所以组织票反映在年龄层 特别是60岁以上的这些数字上面 有的确还是有一点点差距 可是我觉得那个差距会越来越小 反倒是柯文哲 那个60岁以上只有4% 就这个东西可能需要柯文哲 再加油一点点 对 好我们在问起民歌下一题之前 我们要先念一下网友 懂内好多人看到起民歌回归的好开心 尤其是我们的William Sheer呢 哇直接懂内隆150 说起民歌好久不见哦 希望你不要被查水表 不要被下风口令之咖啡基金 谢谢 那么很多人按爱心帮起民歌加油 因为很多人都还想要来听听看起民歌 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回还有一个蛮特殊的状况 就是这些副手好像都比这母鸡还长 不管是雷潮配不管是猴筐配 但唯独柯盈配的吴欣盈 好像相对来讲 对于主将比较没有那么多加分的效果 起民歌你怎么看 我们先看肖美琴 因为肖美琴她的确在副手的这个 扮演这个角色上扮演的非常的好 因为她补除了赖清德的三个不足 第一个中间选票 第二个年轻选票 第三个女性选票 这个完全都是符合肖美琴的特质 再加上肖美琴这个女性的这个身份 的确她的厌恶度不高 所以喜欢她的最高 然后讨厌她的最少 这是我们民调呈现的数字 跟客观呈现出来的这些政治局势也相同 那赵少康呢就是嘴巴非常非常的厉害 所以喜欢她的就很喜欢 讨厌她的就很讨厌 所以最讨厌的还是赵少康 那反倒是吴欣盈 因为吴欣盈她这一次的她喜欢她的就是只剩下百分之十六 那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对她的陌生感 因为她的确是在政坛上是一个比较相对于肖美琴跟赵康来说是相对陌生一点点 对不能说不喜欢她可能是陌生感比较高一点点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讨厌她的部分有高达40 因为增加了还蛮多的这个比例还蛮明显的 我觉得这还是跟她所谓的国籍风波 虽然都解释清楚了 虽然解释清楚了 不过在一些媒体效应上可能对她来说是并不太公平 还有攻防记者那一段可能也有点受伤 可能在跟媒体跟记者之间的应对上面 可能还是有一些还在学习的相对于赵少康跟肖美琴 所以不过我觉得吴欣盈也很努力 因为她今天才刚从美国回来 马上就到立法院做她议会上的一些主持 因为她是未还的招委 要展现出来的就是我没有绕跑 我就是还是很努力的在做一些相关的一些选举上的一些准备 然后我的本职 我的立委的身份我还是有充分的发挥 所以各自都有自己的长才 各自都自己希望能够帮自己的搭档 能够加分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对不过呢 接下来我们就讲到了说 这个吴欣盈今天到立法院来 我们当然要请教启明哥了 尤其是在立法院这个时候 蓝绿攻防大家都想要拼过半 但是呢 接下来很有可能出现三党不过半 包括今天朱立伦自己的党内民调算一算 可能加一加也大概50席 但是过半必须要有57席 所以现在接下来民众党串起了 那么还有时代利亚激进党 还有这些未知数 有没有可能接下来国会三党不过半 那么接下来局势就好看了 我们现在讲这种大选 这种大选因为撒卡都的状况 再加上很可能气不干净 所以我觉得这个盘势大概知道 政治人应该大概已经了解了 反倒大家会关注的就是立委的选举方面 因为立委选举 从TBS这次民调的政党票 包括区域跟政党票的一些投票的一个数字来看 国民党是最高 可是维持的跟上次也差不多 就32对32 上次32这次也是32 然后民进党是28到29只增加了一个百分点 那民众党虽然成立四五年 他可是表现很好 18个支持度 18对 两次也都是18 所以他也没有太大的消长 按照这个32 29 18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看得出来 接下来在立法院的确很可能 很可能会出现三党不过半的局面 对 国民党maybe可能是最大党 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单独过半 没有办法单独过半 就会呈现了三党不过半的局面 三党不过半的局面就会增加立法院运作的一些变数 所以民众党很可能会扮演一个关键性的少数 他可以跟国民党合作 也可以跟民进党合作 那当然就是看议题 这个民众党也是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 就是我们看哪一件事情对国民有利 对大家有利的情况之下 他会选择跟国民党或民进党来进行合作 那这个三党不过半的局面 也是在立法院可能在接下来杀吉跑立法院 对 可能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要好好做功课 是 一定会请遵这个启明哥的这个指示 但是呢 启明哥我们想问一下 现在呢这个两党三党都提出一些他们的政策 包括侯友宜提出了青年购屋 那么他也提出了相对的小朋友的客户照顾 这个东西引发了很多讨论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民调里面 似乎在带领经济跟国家走向赖清德比较吃伤 那么侯友宜在带领两岸大家对他好像比较有信心 我觉得这还是跟政党色彩是有关的 因为民进党方面毕竟他是现在的执政党 有执政上的一些优势 再加上蔡英文在国防外交上面 的确是走比较偏中间路线 这个所谓的最大公约数 这边他还是有维持这样的路线在走 在外交上面我们的确 中央民国的确在人见度上 特别在跟台美之间的一些关系有得到一些重大的进展 所以大家把这个对于外交上的一些成果 就投射到赖清德或是民进党身上 那可是后遗这边当然就是从民生议题切入 因为民生议题主席的确是目前 希望能够吸引中间选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键 因为中间选民他可能不在乎所谓的两岸 他可能不在乎什么台美关系 他在乎的是切身的事情 生活对所以提出了这个免投期款的 然后客服免费然后延长的 这的确都是往这些中间选票去做一些诉求 那也当然有这些诉求也获得比较大的一个支持度 这个是相对的来说 所以这样的一个 我们这也是TVBS针对议题上是做了一些民调上的一些调查 也蛮符合现在社会的实际情况 的确我们谢谢启明哥今天帮我们带来这么精辟的分析 第一岁的启明哥谢谢大家谢谢 好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